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臺北股市 今天很猛喔 又怎麼樣 漲了192點 成交量4100億 就是說蠻穩定的 成交量都在4000億以上居多 那麼我說過現在是一個多頭的行情 那重點是你要做多什麼股票 這是重點嘛 對不對 那放空的我們就不討論了 首先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很多人最近來參加我的line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 你們會發現老船長在看一檔股票 如果我在line上面寫的是長線看好 那你千萬不要只看它三天 懂嗎 譬如說4月23號 上個月我成立了我的line 4月23號 我的第一檔股票 我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長線就是2201的芋榕汽車 好我們來看一下 4月23號芋榕汽車在哪裡 來 4月23號 好這邊 再調一下 好這裡 對這一根 放大 我這一天 我的line成立 很多人來幫我做正能 對不對 你們進來看到的第一檔 就是芋榕汽車 長線 當然啦 搭配了一檔短線 那時候叫南訪 對不對 有看到人 第二天去買 第三天就漲停鎖住了 沒錯吧 好 那我們也後來也獲利出清了 短線我們就不討論 我講長線 因為很多的人 他操作股票 他要上班 對不對 或是他這個家裡面 有人要照顧幹嘛 他沒有辦法做短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在我的line裡面 就一定要放一檔 長線的股票 短線我們可能 進進出出嘛 對不對 那是給那種職業的 專門每天沒事做 在玩股票的 這些投資朋友 也歡迎你們來我的line 當然啦 我們現在裡面 已經沒有短線的股票 只剩下一檔 長線的股龍汽車 為什麼呢 不是代表以後 我們就不玩短線 只是目前的狀況 我跟大家報告 那4月23號第一天 我在這邊 股龍汽車壓低的時候 我就看好長線股龍汽車 然後呢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我說這一檔長線 我們看它會漲一倍 那個時候我沒有公開啦 我賣一個小關子 就是你要來來來來來我的line 你才知道是哪一檔 哇很多人就跑進來看 到底是哪一支 對這一支 然後你就看著看著它就怎麼樣 就上去 今天創新高啊 好 那今天創新高 最後收盤呢 它居然跌一毛 為什麼 我先告訴大家 主力的手法 各位看到沒有 這一根是帶量攻嘛 對不對 衝出去嘛 很正常 那今天呢 量縮 量縮 這是黑K 黑K你一定要量縮 懂不懂 假如今天黑K爆大量 比昨天的 比上個禮拜五的量大 那這支股票又死掉了 明白嗎 你們學的技術分析 不是老師都這樣教嗎 對不對 我沒有亂講啊 漲要有量啊 下跌要量縮 所以再看一次 漲有量 對不對 下跌 量縮 跌多少 跌一毛 對 這主力控的也不錯 因為他知道這股票 快要壓不住了 跌一毛而已 這是刻意的 他今天要收紅 或收平盤太容易了 今天跌一毛 讓很多人怎麼樣 今天跑進來玩育龍的 全部都怎麼樣 這不會漲嘛 衝一衝認賠下車 一方面他要修理怎麼樣 進來當衝的幅額 好 那為什麼我們看好育龍汽車 很簡單 我們先講 一個東西 他如果剛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股價 一定是很便宜 我舉例 在N年前 有一檔股票叫做 2409的友達 大家應該有聽過 有欸 老船長我買過的蔬食 活該 不是 沒事 那友達 這一支股票 在我那個時候 我全省辦演講會 我到處去跟大家講友達 因為那時候友達才從10塊錢有沒有 開始往上漲 我就跑去跟大家講 我說 你們家現在的電視機 都還是怎麼樣 欸 印象館的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印象館 印象館就很大一台電視有沒有 電視這麼厚 啊 那家裡的客廳呢不是很大 一放下去 我到處去 對不對 欸 對欸 老船長 那 液晶螢幕呢 出現 讓友達 那時候還有一家叫奇美 後來變群創 做怎麼樣 欸 做液晶螢幕 告訴大家 以後電視機 不用印象館 好 敢用液晶螢幕 厚度呢 那現在的液晶螢幕更薄了 那時候厚度只有這樣 哇 大家覺得好神奇喔 對不對 在這麼窄的地方 可以有電視播放 很難去想像那個科技的進步 可能以前在電影裡面有想像過 好 那時候友達也好 奇美也罷 股價才十塊出頭 我那時候辦北中南演講 我跟大家講 趕快買 為什麼 因為市場很大 因為你看你們家 勞定勞腳 猝鼻鋼 阿嬤阿嬤 家裡面都還是怎麼樣 印象館的電視 所以這個餅是很大的 後來為什麼 友達群創的骨架摔死 很簡單嘛 因為家家戶戶都已經換了 液晶電視 這還不打緊 因為好賺嘛 這個行業好賺 就一窩蜂嘛 韓國三星 對不對 還有呢 LG 是不是 日本Sony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京東方 全世界 拚命大量的生產 對不對 因為全世界的人 都要換電視 都不要怎麼樣 再看印象館的電視 你如果沒有換 可能會被人家笑 對吧 所以如果你最早上車的那一批 你後來友達漲到79塊半 我們算他10塊開始漲好了 漲了將近8倍 對不對 你越早 一開始你有這種概念 哇 這個餅很大 對不對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壓房子買 好 發財了 真的發財了 老船長 阿時光在回到那個時候 我給你打包票 我一定像你講的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壓房子買 你慢慢等 時間是不會倒流的 神經病 對不對 但是 很多東西 它是會 重複的出現 尤其是在 股票市場 只是說 產品不同 但是那個邏輯 是完全一樣的 來 大家認不認同 老船長講到這邊 我們覺得很認同 那你趕快講 好 不要急嘛 對不對 那 這種東西一定是 劃時代的革命 就是說從印象管電視 變成 易經電視 大家都要換 除非你沒有錢 這有個但說 我家就沒錢 對不對 我同學家裡比較有錢 他們就先換 是不是 換到最後 我們家實在沒辦法 那個印象管電視 要修也沒人修 壞掉 沒有錢買怎麼辦 那時候有分期付款 各位記不記得 很流行 買電視分期付款 因為大家要搶業績 全世界都在做易經螢幕 好 沒有錯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我還沒有那麼多錢買 好 那現在重點來 老船長鄭重的請教各位 一句話 包括導播 還有攝影大哥 你為什麼不買電動車 欸 想好再回答 我不要亂回答 有人回答 這個電動車的電池會爆炸 電動車 折舊的很厲害 其實都不是 我講你就認同了 你不買電動車 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你們家沒有充電樁 老船長 老船長 一語驚醒夢中人 像是 對啊 就算你現在住在豪宅裡面 我告訴你 也沒有電動車 就充電車 為什麼 很多大樓他會反對 是不是 你要裝 人家不給你裝 一些舊大樓就更不用講 可是你到舊的大樓去看 家家戶戶 很多都是配有一台車子的 他想不想換電動車 想 怎麼會不想 電動車零到一百的加速 比超跑還要快 你買超跑要花兩千多萬 對不對 買電動車只要一百多萬 甚至貴一點兩百多萬 你的起步就不會輸給超跑 我相信很多人都坐過電動車 或是你有開過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買 因為你們家沒有充電樁 老船長 你的意思是說電動車完蛋了 當然不是 豬腦袋 聽人家講話要聽懂 大家去想 表示什麼 這個市場是非常大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老百姓 家裡面沒有充電樁嗎 好像不是 全世界家家戶戶 都很普及嗎 電動裝 充電樁 不會吧 除了像美國那種 美國家裡面不是都是 隔了幾步就有一戶 平房的那一種 他要裝充電樁比較容易 像我們這種都市的 就是怎麼樣 整棟大樓的 要地下停車場要裝 目前來講很困難 對不對 那表示這個市場 全世界都很大 所以想要繼續往下聽的 想要賺幾倍的人 你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 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古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古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 那這個問題 會不會得到解決 百分之一百會嘛 因為全世界都在推動 要把燃油車給廢掉 改為電動車嘛 那你燃油車廢掉了 電動車大家沒有買那怎麼行啊 會有民怨啊 對不對 它頂多就是把日期 比如說2035年 燃油車要全部廢掉 把它改成2040年 就是往後延 那是有可能的 因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老船長告訴你們 這就是一個 全世界這個餅 才剛剛開始 芳心為愛 對不對 我再問一次 你為什麼不買電動車 現在你知道回答我嗎 沒有充電樁啊 對不對 那表示現在這個餅還很大 就像剛剛開始 從液晶電視要換成 這個 不是 從印象管電視 要換成液晶電視 對不對 那個時候你 有達隨便買啊 賺翻啊 沒有錯吧 那現在也是啊 這個都革命性的 就是一個產品 它被完全淘汰掉了 換成一個新的產品 而且是大家都願意換的 各位瞭解我意思吧 你喜歡印象管電視 本來家裡很釘得 還是喜歡液晶電視 當然喜歡液晶嘛 這人本身要喜歡嘛 才行 對不對 而且你的經濟能力 要負擔得起 你知道液晶電視 一台要5000萬台幣 那見鬼了 對不對 誰會買啊 那現在一樣的道理 電動車 現在有越來越便宜的趨勢 像芋龍汽車 它出了兩款 N7 N7就是 好像七人坐的休旅車 140幾萬 我到展場去看嘛 對不對 那N5轎車 好像是100出頭萬 現場看都非常漂亮 各位去抖音輸入老船長 就會看到我拍的這一支 告訴你三大理由 芋龍有機會會翻倍 好 那麼大家現在確定 這個市場現在才是剛剛開始 那相關的個股 你就要怎麼樣 好好的把握 你不要等到家家戶戶都已經有 易經電視了 你去買友達 你現在去買友達要幹什麼 友達群創 現在是年年幾乎都虧損了 不要去玩那種股票 它已經怎麼樣 目前來講不是主流了 懂嗎 那現在還是主流的產品 各位說手機 手機我跟你講 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就是那個樣子 你看iPhone14 15 16 16還沒出嘛 都長得差不多 對不對 那個產品沒有革命性 革命性的產品就是燃油車 變成電動車 這一種 裡面的利潤比較大 你看做充電樁的 標的很兇嘛 像華城 我記得他好像也有做充電樁 他標到快1000 有人說風力發電 我覺得不止 應該裡面有充電樁 我們之前有做過華城 我對他有印象 好 那 裕榮汽車 我現在測標寫得很清楚 財報公佈前 大家要趕快買 為什麼呢 我們看他去年的財報 各位 這是裕榮汽車 2201 裕榮汽車 裕榮汽車 去年他賺了4.63 4.63 4.63小學生都會算 你呢 對 把它除以4 那麼除以4 就是每一季賺一塊多 對吧 這個誰都會算 可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是 他這個營益率 你們現在這樣看 看不出來 這個都是平均數 它是累積的 譬如說這裡的營收 190萬到這邊 300 不 190億 對不起 190億 380億 590億到 820幾億 可是呢 它這個營益率往下降 12 12 11 10 為什麼 它這個是把它用除的 譬如說這兩個相除 這三個相除 這四個相除 降到10.46 很少分析師會去注意到這一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對在這邊 你要來這邊看才知道 去年第一季12% 然後11%多 11%多 到這邊呢 降得很厲害 第四季 第四季降得很厲害 注意它去年還有辦法賺到4.63 我們現在就要看育龍汽車的第一季的營益率 如果是10幾%甚至比去年的12%多更高的話 再加上其實從三月大概就出了400多台的N7 那麼零零總總加起來 我在節目上個禮拜五我就講 大概是1.8到2.1 這個中間 當然我們希望有2塊 為什麼 如果它第一季可以賺2塊 它後面的N7交的車是更多 而且訂單都在 大家不用擔心 而且現在出車的速度越來越快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舉個例子 你看2258 2258是誰 是紅華先進 紅華先進 你看它三月份的營收 6億多少 9千多萬 我們算7億好了 這三月對不對 可是它4月的已經公佈了 烘天雷比較寒慢 每次很慢 罵也沒有用 講一講不聽 烘天雷上面記錄3月份 紅華先進是將近7億 但是4月份已經出來了 12億多 各位 都快要翻倍在跳 紅華先進是誰 就是他跟育龍汽車合開了一家公司 對不對 專門來造車 紅華先進的後面是誰 是紅海 老大是紅海 對不對 那麼這家新的公司 成立的這家公司 專門來做電動車 N7 N5這些 紅華先進占51% 綠龍汽車佔49% 對不對 讓各位去想 以前是 造一台車子是引擎 那個引擎我們台灣沒有人會造 對不對 日本很厲害 是不是 德國很厲害 BMW Benz 是不是 這些國家會造引擎的 賺了多少的錢 從以前到現在 你看看 賺了上百年的錢 我們都怎麼樣 要在這上面被人家 不要說打趴 碾壓 懂嗎 但是老天爺給我們台灣機會 現在叫電動車 電動車不需要引擎 馬達我們會造 裡面所有的零件 台灣是代工全世界第一名的 對不對 到電池 通通都怎麼樣 會做 而且要設計一台 這整個 你要看電子零件很複雜 來組裝的話 後面紅海老大 給他撐腰 所以紅華先進 他所設計出來的車子 我去展場看 真的是棒 真的是漂亮 那個質感非常高 那 芋榮汽車 在這種情況之下 訂單都快要 做不完 不是接不到訂單 接單是早就滿載 快要做不完 我剛剛一開始節目 講 花了很多時間講 充電樁就還沒有 家家戶戶有 在這種情況之下 芋榮汽車 它今年的EPS 我們給它估6到8塊 那你說它現在股價多少 才在這邊而已 底部剛剛上來 對不對 這個量慢慢要出來了 是不是 其實它這邊的高點 80.5都沒有什麼量 這量是價的先行的話 我們認為這個點不是問題 各位聽得懂嗎 它真正的大量在這裡 是9字頭以上 那時候我們再來分析 你每天看我的節目就對了 好 我說了這麼多 就是希望你們 在看我節目的觀眾朋友 當然裡面很多是 新加我的LINE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不要只是看戲 從4月23號的幾乎最低點 這邊我就已經跟大家預告 芋榮有機會漲一倍 我在我的LINE裡面 我在節目上也講 但是節目從4月23號就一直賣關子 到我公開來芋榮的時候 那當然會員買的成本 一定要比觀眾要 或是在LINE 參加LINE不一定敢買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邊呼籲 不管你是我LINE的朋友 或是我的電視觀眾 我希望你們手上多少 都要有芋榮汽車 這一檔股票 就像當初的友達 從10塊錢或10塊錢以下 根本沒有人要這個股票 它跟奇美 難兄難弟對不對 倒怎麼樣 他們一路飆飆飆 友達飆到79.5 從10塊飆到79.5 差不多8倍 對不對 我想飆一兩倍 你什麼籌都已經爆了吧 但是這個背後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一開始用節目的時間 告訴你們 這是個邏輯 它是科技的一個顛覆 一個突破 從印象管到液晶螢幕 到現在是怎麼樣呢 從燃油車到電動車 這個邏輯是絕對不會錯的 但是很多投資人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今天買了沒有拉漲停 就把它賣掉 但是你時間拉長 你看這個產品的趨勢 再加上芋榮汽車 過去它不會造引擎 所以被人家笑 對不對 你只能做做組裝而已 你造出來車子都擾工的 現在不一樣 是洪華先進來設計 開什麼玩笑 我再講一次 背後老大是洪海 那電子產品 誰敢說洪海不行的 對不對 那它設計出來以後 芋榮只是幫它做製造 那我們就去現場看 我就去展監看 品質真的是非常的好 不相信 大家也可以到新店去看一下 老船長不會亂講話 那你懶得去的人 就看我的T-talk 輸入老船長抖音 就會有我 那我希望你一定要有芋榮汽車 當然啦 你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你還沒有參加我的會員 那母親節這個感恩專案 是保證 我敢保證就是最低價 因為全世界最大 最偉大的就是母親 所以我要求公司 這個一定是要最低價 這第一個 那透過這個專案 你看我平常都沒有在推專案 對不對 透過這個專案 你們進來是我的會員之後呢 注意包括LINE的朋友 不要用看的 你們手上才會敢買 很多的芋榮汽車 我帶著你們 就像我現在寫財報 快要公佈 公佈出來你就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在節目上也不方便講 公佈前你趕快買就對 那你不買 是因為你沒有加入我的會員 你加入我的會員 你自然就敢買 我帶你進 一定會帶你出 我希望大家手上都有芋榮汽車 我們一起來創造 翻倍的利潤 你準備好了嗎 五 想想看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現在開始撥打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